什么意思啊 就很年轻啊 嗯 十 十三 十三 眼前这个坐轮椅 不能与我们正常沟通的老人 就是今天的原告邓婆婆 据了解邓婆婆今年73岁 因早年患了脑梗 便落下了残疾 不能正常走路和说话 你有几个儿子啊 哎呦 他亲身的自己的狗 原来邓婆婆只有一个 亲生儿子张强 今年初张强患病离世 留下了邓婆婆一人居住 无人照料 邓婆婆一边承受着适毒之痛 另一边还有可能面临无家可归 常规于那个房子 不是我们换带 换那个房贷吗 都把那个钱搭进去 都让对方口了 另外一方不是房贷口了 是他现在的营养头了 据了解邓婆婆的儿子张强 去世后留下了一套房子 每个月还需要还 4000块左右的按揭款 张婆婆只是普通退休职工 年迈又有疾病 生活还不能自理 4000多的按揭款 对张婆婆来说简直太困难 可是不还 银行可能收走房子 邓婆婆又面临无家可归 思来想去邓婆婆决定卖掉房子 可是房子却并不是儿子张强的名字 他根本买不了 据了解张强和李方都是二婚 两人在2013年登记结婚 并于2019年11月8号购买了本案房屋 既然房子产权是儿媳李方 那么张强去世后 按理说应该由李方来还房贷 那么为什么会是邓婆婆一直在还呢 原来邓婆婆的儿媳李方 早在2020年12月14号 还早于儿子张强 就已经去世了 如今邓婆婆想要将房子卖掉 但是不动产权证上 却是儿媳李方的名字 从法律上就必须要 李方的继承人签字同意 因为这个房屋是女方先去世 去世之后呢 有男方和他的母亲一起居住 因为现在男方的父亲 在去年的时候也过世了 所以就只有男方的母亲 作为他的继承人 由于两人没有子女 因此房子作为夫妻共同财产 就应该有李方的父母 张强的母亲 三位老人作为第一顺位继承人 这个房子该怎么分配 哪些人买分配 是他们 老家的 拿一个旧的物财 这个财 你家说 那些买来买 买一票 旧你买好钱 我也搞瘾了 当初我大哥的 他们老婆是怎么拿 就没钱 五万 六万 我都挖着室子拿了 咱们去 李方的姑妈说 李方曾在买房装修的时候 前前后后找父母和亲戚 拿了近十万元钱 如今李方去世 女婿张强也相继去世 那么张强的父母想要 独占房子也是不合理的 被告认为呢 这个房子 是他女儿和男方婚后 共同一起购买的 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 他们应当要分割 然后又觉得自己女儿 在为这个家庭 生前是付出了较多的 比如说装修房子 照顾家庭 在李方去世后 张强感觉到 月供还款压力巨大 便多次与李方的妹妹 进行过协商 没有想到 就在张强去筹钱的同时 意外生病去世 对于李方姑妈的这一说法 张强的哥哥却表示 并不认同 因为那个房子是我们 父母 我们父亲买的 连装修也从父亲出的 钱 就是这一只 都是 是他们一世 什么都没出 都是我们 每年的那个新建以后 不是我们的里亚头一道房子吗 那边买的后 就拿到里边的收付 拿到里边的 张强的哥哥说 当年张强买房子 总价一百万 首付三十万 当时父亲是卖了老房子 又添了些钱 才给张强买了新房子 之后家里装修等 也全部都是父亲出的钱 李方根本没有出钱 相反 李方去世后 还留下了很多债务 所以李方父母提出的 十万块钱补偿款 真的是狮子大开口 对于李方欠外债的说法 李方家人并不认可 我认为他房子的 就是说 干净的款项 和对外的借款 有关系 有收取的 有好多债务 我觉得 他们作为当时人 应该要见 那么才能 来争取 他的最大的 自己的一个定义 因为你看他们两个人 现在都是属于 半年面参加人 走路 所有美国人的医药费 一个都是其他百块 生活没有任何来源的 农民没退休 据了解 李方的父母都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 双方都是农民 如今两人也是疾病缠身 高血压 脑梗等老年病都有 李方的母亲勉强 还能生活自理 而李方的父亲在手术完后 完全丧失了自理能力 老两口虽然还有一个女儿 但是远在外地 老人一直都将养老问题 寄托在李方身上 其李方去世前买房装修 还拿走了老人几万块钱 如今李方去世 两个老人也是孤独无一 李方去世后留下的也只剩下这套房子 如今张强的父母想要卖掉李方名下的房子 就涉及到了遗产的分割 那么这套房子该如何 其分别在2020年2024年相继去世 留下了每月4000左右的房贷 张强的母亲无力还款就想要卖掉房子 与李方的父母起了冲突 双方因去世子女房产的分割问题起诉到法院 拿到案件后 法官对案件做了初步分析 我们了解到这个房子 它其实还欠有大量的银行的案件款 可能在70余万 再加上它当时买的时候是2019年 跟现在的这个市场上的房价有一定的差距 如果说双方都达不成协议的话 那么这个房子双方都没有办法去支付对方的补偿款 那么这个房子最终可能会被拍卖的 如果说房子被拍卖之后老人住哪 这是一个问题 其次就是如果一旦拍卖的话 它肯定是低于市场价的可能性要大一些 扣出银行贷款之后 还能不能够留有一定的房屋剩余价值 给予这三位老人来分割 这也是一个问题 法官认为房屋按揭款还剩70多万没有偿还 对于70多岁又患有残疾的老人 继续还按揭款实在太不现实 但是不继续还款 张强的母亲很有可能面临无家可归的境地 另一方面三位老人身体经济状况都很具体 诉讼也面临重重困难 我们综合了这些因素之后 我们认为这个案子 虽然说法律关系是比较简单的 但是它还可能会衍生其他的诉讼 比如说南方这边说 这个女方生前还欠有信用卡的 这个债务没有偿还 如果说女方的父母继承了她的这个遗产之后 那么她作为被继承人 她应当要在继承范围内 偿还女方生前的这个债务 所以如果我们就案弄案判完之后 那么这三位老人很可能 还会成为这个其他案件的当事人 其实也是变相地给他们增加了这个数类 而且也没有很好地维护他们曾经的 这个曾经也是一家人 也是倾家这种情感 多方位的思考 法官认为调解是解决他们问题的最好办法 另一方面考虑到三位老人的身体状况 诉讼能力不足 重庆市八南区人民法院 创新实施陪同诉讼机制 随即与其所在的社区联系 并按照流程启动了诉讼陪同制度 由社区推荐对老人整体情况较为了解的 八南区人大代表 也是八南区司法所法律专业人员 陪同老人参加诉讼 我们就联系了当地的这个村舍 邀请到了就是跟他们比较了解他们家情况的 当地的这个司法所的工作人员 来作为一个陪同人 参与到这一次的诉讼过程当中 这个呢也是我们八南法院施老刑 诉讼机制构建的一个方面 由于这个司法所的工作人员的加入呢 首先是他能够加深我们之间的 这个和被告的沟通 其次呢他也是作为一个法律的 那个专业人员 在我们进行调节的时候呢 他也能够起到一定的这个推进的作用 除了联系八南区司法所 法律专业人员的加入 另一方面考虑到双方老人 遭遇子女早逝的变故 心理负担较大 八南区人民法院也积极联系了 八南区精神卫生中心心理科医生 让心理老师参与调节过程 为老人提供心理疏导 帮助他们尽快走出嗓子之痛 我们也了解到远告这方 尽管他有代理人 但是呢他是这个南方嘛 是他唯一的儿子 然后他在前年的时候呢 他的这个老伴才过世 所以从他本人来说呢 这两年连续的这么一个事故 再加上他现在自己呢 我们可以看到他表达 他听理解是没有问题的 但他表达是很困难的 所以我们觉得你在这个情况下面 如果说就是很生硬的 跟他去释法迷迷 去跟他做调节工作 就是一方面呢 他可能没有太多的 能够顾虑到他的情绪 第二呢 他可能也很难去 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理解 去换位去思考 制定了具体调节方案之后 法官楼庭考虑到 三位老人年迈行动不方便 为了避免老人来回的奔波 2024年9月29号 车在法庭开到双方 所居住的某社区 庭审即将开始 从我们那边在换 远高 是远高 我也换了 对 那个安家换 你换款情况明明清楚 我们那个清楚 他们的狗狗 去思以前呢 一直都是我们的换的 在去思以前 有工作没有的呀 在外面打工 有工作 没得工作 哪个时候没工作呀 别人一直在外头打工 还有签你信用卡 资金我们远高还要帮他还 哎呦 还签了安外人 大概有一别的丸 因为他之前有工作嘛 还有一些 两处信息 他的一别的丸是 需要签签的吗 就是他有专张的一些 纪录那些安外人 就是其他人专给他呢 是多少钱要签哪个的呀 主要是签那个 外套女 就一别的丸 是 什么钱啊 是他们的公众朋友 在 去思过后 就是 原告方认为 房子的首付装修的钱 都是原告方出的 李方不仅没有出钱 在离世后还留下一两百万的债务 因此认为 李方的父母不该再来分房子了 对于原告的说法 被告方并不认可 你们清不清楚这个情况 不清楚 包括 中国的情况 你们清不清楚 中国都不读过 我没听他 没听他说过 他一方面在外面打工 我一方面放 房子的装修 可能也花了些 经历和时间嘛 可能也累到了 能够 突然去世 这件后 我在装修过程中 哪哪哪哪儿 还有人吗 我都七万块钱 但我是个娘娘嘛 我这里也拿三万现金 被告方认为 李方赌博的是子虚乌有 相反李方一边上班又一边装修 还从娘家这边前前后后拿了近十万块 认为李方为家庭付出较多 如今李方去世 李方父母的养老问题也成了难题 所以他们是有这个伤痛在这个里面 他们认为 现在既然有这个房子 他们希望可以得到一点的补偿 告为这个良老 也是为他们之后的这个老年生活 做一个保障 男方的母亲 从他们的观点上来认为 就是如果说实际来分的话 可能女方也分不到十万块钱 因为她还有按揭款 还有其他的这个费用 也是在女方去世之后 男方在支付 被告一方提出十万的补偿款 原告方不予认可 据了解张强的母亲 也只是一名普通的退休职工 经济上也不宽裕 双方不愿妥协的态度 让调解工作一时陷入僵局 主办法官楼庭宣布休庭 那么案情又会如何发展呢 他们能打取势 留下了每月四千左右的房贷 张强的母亲无力还款 就想要卖掉房子 与李方的父母起了冲突 双方因去世子女房产的分割问题 起诉到法院 李方父母提出十万的补偿款 张强的母亲却不予认可 我们为什么会提出来 全部的遗产归原告所有 是因为我们付税的比较多 当然我们也是考虑到北高 确实存在着一个经济困难的情况 至于说我们后面条件 给它适当的一个补偿 我们也是远一点 我们根据实际情况 他们母亲的生的状况 也不是太好 经济条件也不十分的好 在于这边的情况 我们要求在这个分割 财政的时候 给十万块钱也不少 双方都同意调节 但是对具体金额存在争议 主办法官楼庭宣布休庭 分别与双方当事人进行沟通 现在就是说协商的话 我们讲理方案就是 他对外的一些加异度 就是我们在国全部有原告 也不能在导民外 在不少他们的局 开始给他们外的认识 现在是在跟他们进去的时候 他们能不能再来 我就是想你啊 我就是想你 你通常要看得到 大家都是 主要是当我说 迪律这个事情都很不行 对不对吗 都走到前面 但是一方面呢 我们能够就是协商处理了 是吗 就像作为二迷利 虽然说现在 走在了老人家前面 他晓得你们能够 把这个矛盾划接了 他也比较心安 是不是 而一个这个事情 两个老人家对不公躺 都辞出不来 你以后 还有一些啥子纠纷 都没得掉的 双方老人都是经历了 子女早逝的变故 原告更是一个失读母亲 这个时候 曾经的亲家关系 或许更需要互相理解 互相慰藉 常常我听到 大家就挑战方案 双方还是有点差距 那么在这个活成当中 它是什么大家在 跟他挑战的活成当中 如果要使用 双方都表示愿意做出让步 评审继续进行 我亲爱大家 与原告 这个情形下它原理来 有分钱出来 不差这个地方 那么那个当中 这个政权就有原告的 制成 像毫滅的一些幻想,即使刚刚说的,他就存在那些,使用他这些幻想,都有在那边,在谈判。 其实这个,今天呀,因为常常都不喜欢一个型的,因为科目刚刚期待这个期讨,不过一期讨论, 因为,也没有太好看待,而因为他不能有机器的,如果常常都不能行间别人,比较多大赢。 今天,他,您知道,对,有什么东西,对,有什么东西。 你不认为,你比较好,你比较好。 你还想起来。 因為他們在州市的外國 曾經有家的市場 他們都在市場上 對 市場上 對 市場上的市場上 市場上就在美國 市場上的地區 都在市場上 要不要 他們坐四號 他們就去市場上 但是最以前的市場中 那一家店員 就在市場上 经过协商 双方达成以下协议 以房屋归原告所有 二 原告补偿被告三万元 当庭支付 解决了双方的房产问题 三位老人一直以来 悬着的心也总算落地 随后心理老师又对原告 进行了心理疏导 去年她的丈夫去世了 然后今年是她的儿子去世了 连续两年失去亲人 心里是有非常多的这种哀伤 当我尝试了去理解她的时候 她的情绪马上就出来了 她的这个失去亲人的这个哀伤 其实是需要蛮长的一些过程 面对老人的伤痛 心里老师没有过多去提及 选择更多的倾听和理解 建议老人更多地 关注自身的睡眠 饮食和身体状况 也表示今后会持续关注老人的心理问题 及时给予帮助 但愿时间是最好的解药 能更多抚慰老人的伤痛